8月5日,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发起罢课、罢工、罢市运动。 他们在市民上班出行的高峰时段阻碍交通, 至全港多条地铁线路暂停服务,路面交通受阻。 地铁站和公交站内人满为患,市民上班出行受到严重影响。 不少市民表示对该行为绝不赞成, 称自己是被迫罢工,希望示威者不要影响他人。 5日早上7时30分左右,有示威者已阻止地铁车门关闭, 拉动紧急自动拉手等方式,阻碍列车正常运行。 当时正值周一早高峰时段,不少市民因不满被罢工, 与示威者发生争执。 市民不得不转乘公交,接驳巴士或船上班, 多个公交站和地市站大排长龙。 路面交通亦受阻严重,多条道路出现堵塞现象。 在中环一家银行工作的麦先生, 原因于90到公司上班,但今早10时30分左右, 他仍然困于关堂无法上车。 他称,自己所在的公司多数员工仍坚持上班, 但不少因交通问题,未能按时到达。 我乘搭地铁,平时的路线, 根本应该是搭不到地铁, 所以现在应该是搭车去尖沙坠, 再搭船几个小时。 运输工人黎先生近11时, 才将当天的首单货物送到目的地。 他称,自己今早从油塘送货到关堂, 远只需15分钟的车程, 先要花一个小时才能到达。 自己的工作严重受到影响。 他表示,非常不赞成示威者, 堵路,暴力破坏社会安宁的做法, 希望示威者理性表达自己的诉求, 不要影响名声。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巴士司机称, 自己所在的交通线路, 当天上午也遭遇了大塞车。 但他表示,巴士司机不会罢工, 希望示威者别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。 我走这条线三十两个小时, 平时三十分钟左右, 没有,我来不会的, 我来不会的, 为什么要罢工啊? 就是不要说影响到大家的正常运作啊, 是啊,真的。 你不要说影响到大家上班上行。 受交通影响, 商场皆是商铺的人流量亦大幅减少。 经营烧辣店的关先生称, 今早开店以来, 顾客叫平时稀少很多, 小商贩多数是手停口停, 堵塞交通,发起三罢等行为, 严重影响经济名声。 当然不同意啊, 那么你罢工罢, 我们手停,口停, 是不是? 你还影响到人家, 影响到人家上班那些啊, 正常我12点钟买了, 你流的东西啊, 是啊, 你现在是你现在有这么多东西, 不啊,不啊, 我绝对不赞成的这些。 当天正好是香港城市大学暑期课程的期末考试日, 学生们要于下午二十前到校复考。 香港城市大学位于港铁关塘县和东铁县交界的九龙塘站附近, 不少学生称, 担心交通堵塞, 要提前三四个小时出门, 也有学生为躲避交通瘫痪, 早晨六时便已启程。 在香港公开大学就读大三的黄同学, 今早原本要上保安培训课程, 希望将来可以从事相关方面的工作。 他称, 该课程需连续培训两日, 中段则无法获得相关证书。 但因交通瘫痪, 自己与朋友皆无法按时感到。 有啊,有啊, 绝对有啊, 因为今早本身要上课, 然后最后上不了, 因为回不了去, 个朋友都是上不了, 最后, 今天没搞到很早起床, 然后最后什么都做不到, 最后留回家。 大家都是, 可能大家都做错了, 但是不要再搞那么多事, 或者停一停, 想一想先。 据了解, 受三罢事件影响, 共有八条地铁线路, 与市民上班高峰期, 部分或全线暂停服务。 机场有约200班, 迪港和离港航班被取消。 截至下午五时, 少数主要道路仍受阻, 部分钦铁仍未能恢复正常运行。